我要跟国民党的朋友讲 你不要说外国正要来 台湾地位提升 那在野党见不得好 这是自然状况 我只回顾一个最简单的历史 刚刚讲到李贤总统 李贤总统在位的时候 民进党跟国民党再怎么竞争 我们从来在对外 尤其对中国的态度上 民进党是忠诚在野党 永远是支持李登辉的 做他的侧义 所以当李登辉千岛湖事件 中国像台湾时 民进党有战争吗 有 对不对 非但危机四射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做当时 执政的国民党的背绑 他的侧义的力量 有 只要中国对我们文攻武嚇的时候 民进党扮演在野党 永远是跟国民党 执政的国民党站在一起 因为国家利益是共同的 内部再怎么竞争 那是内部的矛盾 可是对外 生死存亡敌我矛盾 是不容混淆的 这是作为一个在野党 所谓的忠诚的在野党 请你们要有的基本的观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马英九 他只是 不只是不言的 他更不言的 他一直秉承 他不会对马家不好意思 他秉承他父亲的遗训 叫做什么 化毒箭筒 所以在经济上 八年以来开门易道 巴不得台湾的经济 高度融合于中国 在武器上面 他从来不重视 汉官演习 我们也买不到武器 美国也不敢 卖武器给我们 很简单 因为怕我们的军事机密 一转手 泄露到对岸去了 然后在政治上 他是无限的退让 那甚至于他下了台之后 不断的扯后腿 他讲那些话在干什么 他说打击我们的信心之外 其实他是要告诉台湾人 你们如果相信我的九二共识 就不会有战争 那如果战争来的话 中战的首战就决战 那就算了 他其实对于他的讲话 不像个总统 他像国台办的发言人 对于中国来讲 巴不得有这样子的前总统 继续在里面对他理应外合 巴不得有像国民党这样的在野党 对他们理应外合 巴不得有国民党这些 从马英九一向所有的人 面对中国不仅是退让 而且是在内呼应 这是台湾今天最大的危机啊 我们今天要很庆幸的是 我必须要讲 今天如果不是民进党执政的话 我先说 我相信不会有阿扎尔访问台湾 不可能 为什么 台湾已经疫情满地了 不是吗 欢迎入客 会有口罩国家对吗 这第一点 如果今天是国民党执政的话 在美中激烈对抗的时候 台湾可能很身不由己的 已经被执政的国民党带领到 往中国的那边靠去了 我们被人跟全世界 自由民主同盟为敌 今天是何其幸运 上天垂帘台湾 结果我们看到的是 见不得台湾中华民国 有国际视野 见不得有政要访问台湾 见不得蔡英文政府 有一点点外交成就的国民党 从马英九以下一系列的人 荒腔走板的这些言论 老实说这些言论 我最后只有一句话 你是加速国民党 走入历史的暗夜 加速台湾人的唾气如此而已 一切